大家好我是阿天 今天是4月21號 下午1點15分 那今天是那個戰士增傷的第二天測試 因為一天就打三次這樣子 然後我們來看今天測試什麼 先來看一下我的這個角色的這個裝備 首先是女僕 好女僕是給他裝死亡之眼 然後再來是光法 光法的那個面板上的那個戰鬥力是3565 然後羅萬 羅萬是3559所以說比光法低一點 然後再來是雙子 雙子因為那個星還有那個專武比較低所以說他的那個戰鬥力就不需要調整 好那這一次是上女棋喔 那女棋會吃到那個五個耀光的光環 然後我們看一下女棋 女棋因為我的專武比較低所以說他的戰鬥力也是比較低然後給他拿這個神聖之刃 好那我們就這樣打打看喔 那昨天因為是上趴趴熊那趴趴熊的話 他並沒有吃到光環那個什麼五個這個這個光環的效果 所以那個什麼你那個 你上女棋士傷害應該是會絕對比趴趴熊來高喔 那等一下我們來測試女棋士孫悟空跟雷恩 好那我們就用這樣子的陣容去打打看 好然後就戰鬥開始吧 好沒錯那個女僕去找的光法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昨天 趴趴熊上場的話 是打了我這個戰鬥是打大概46億左右 46億 那我來看一下上了女棋士然後女棋士 他本身又可以幫隊友增加攻擊力 然後又有光環 然後又有戰士增傷的效果 這樣加加加上去會不會傷害有很大的突破 有沒有剛剛看到那個戰士那個頭上女棋士跑出那個紅紅的那個戰士的那個技能 那因為我就是昨天這樣子稍微有升一下 水晶喔但是還沒有升級所以說戰力會再高高那麼一點點跟昨天比起來的話 好像女棋士觸發那個戰士的效果沒有沒有很多 比較沒有冒出那個戰士的那個圖示 有衝過去的時候閃了一下 25億 好像沒有很快會不會是趴趴熊的那個技能比較 比較長一直觸發那個那個什麼 增傷的效果 還有20秒還很難說 好觸發 35億36億 差了6億嗎 好看一下 41億 43億還比昨天趴趴熊低耶 怪了 好 所以說我在想是不是女棋士的技能沒有辦法一直觸發 因為我這邊這個這個職業的技能並沒有改變啊 所以他打的比趴趴熊還要低耶 這樣就有趣了 所以說照理說女棋士他已經吃到五藥光光環的話 再怎麼樣都應該比趴趴熊高啊 好然後我們再測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是我們把女棋士這個換下來 然後給孫悟空 孫悟空的話因為我只有宏家喔 但是專武是一樣 那我們看一下宏家的孫悟空跟女棋士比起來傷害又是差多少 那孫悟空上去的時候也是可以吃到五藥光光環 所以說光環這邊是公平的 這次奇境太險的話我的主號因為角色都有了所以說我會讓我的那個 主號換那個孫悟空 還是孫悟空不要給他開大 可是分身一次一次打4倍 雖然說是打4倍但是戰士的傷害還是不是很高啊 所以也應該 不是期待孫悟空用分身去打打傷害才對 好沒關係我們這樣試試看 你看孫悟空分身上轉來轉去他都沒有觸發那個戰士頭上那個那個紅色的那個圖示 好雖然說那個分身被雙子上加速跟克倫耀一樣 我現在還有30秒打了20億 我好像有些困難喔 現在22億23億 好25億 好大概不用看喔大概是差之前差 差前面差了十幾億喔然後羅安還死掉 不知道為什麼羅安死掉 好那我這邊就我這邊就不紀錄了反正因為因為差太多了 那我們來試試看如果說孫悟空他不開大勒 可是孫悟空不開大很麻煩的你要用手動的 因為孫悟空不開大的話才會觸發那個戰士的技能所以我們試試看孫悟空不開大 可是這樣就會變得很麻煩因為你就要用手動的 好那就手動吧 狂點 練習手指運動 好我現在就是一直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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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觸發那個戰士技能嗎 因為我一直在點下面所以比較沒有在注意看孫悟空 然後我的大招也開得有的時候會沒有點好 奇怪 孫悟空我觸發那個頭上那個嗎 好像沒有什麼看到 他死出當頭一棒 有嗎 這招 好像也沒有 傷害依舊是差了十幾億喔 好就算我這樣拚命點齁 讓孫悟空一直普攻 還是不行 還是不行 OK 好 再來換苦情的雷恩 雷恩的話給他最好的這個敏捷裝備 然後一樣 一樣是給他這個神聖之刃 但是雷恩 他的裝備比較差一點點 好吧實在是不 不想給給他強化 那我們就雷恩吧 如果說他可以打出40億的話 基本上就算很不錯了 好我們來看看雷恩跟女奇同是藥光 五藥光光環的 這樣子搭配會如何 好 開打 雷恩在場的話 光法他也會緩緩的回復能量喔 因為雷恩的那個專門的那個特性 好看看沒有戰士的增傷效果但是雷恩本身的話他的增傷效果應該是比18%還要高喔 因為賞金令是可以到20% 然後雷恩本身的技能是 會針對什麼血少的敵人然後會 會提升傷害喔 賞金令 好像是8秒鐘吧 有點忘記了 等一下我們再看一下技能敘述 但是雷恩的這個技能觸發的頻率應該是會比戰士要來的高喔 而且效果應該比較好 好現在已經打出20億囉 然後藥光的光環也是也是全開喔這邊 25%25%加成 所以我們現在測了三次這個光環都是公平的 就是全部都是加25%這樣子 女奇是五藥光 孫悟空是半神是百搭也是五藥光 打出30億了 還有20秒 但是如果說有人死掉的話就 就可能不准 好像會跟女奇差不多耶 還好沒有人死 說不定還有機會高一點點 看看 只剩3秒 打出了40億 所以說輸 輸女騎士一點點 好 輸一點點 那再來 今天這樣測完之後 我們再換昨天的趴趴熊喔 剛剛是測誰啊 孫悟空 我們再換趴趴熊 然後剛剛女騎士用的是神聖之刃 我們再換換看趴趴熊 好 等一下 因為趴趴熊測過了嘛 所以說大概傷害不會差 大概就是那個樣子 我們來測這個巴登好了 把這個雷炎的那個裝備拿下來 我們試試看巴登喔 巴登的話我是 這是加5 看看巴登的效果如何 但是巴登跟趴趴熊都沒有辦法吃到 5光環的效果 所以攻擊力會比 這個4光環跟5光環的話 攻擊力少了10% 如果傷害差太多的話 那就不需要記錄了 這個幻象吃的這個雙子的加速也跟克藥一樣 30秒到了打出10億 所以說極限是30億嗎 15億了 這個巴登有觸發戰士的效果嗎 好像頭上 仔細看巴登的頭 有出現戰士的那個效果嗎 還是我們應該回去看一下那個 戰士觸發效果是 他是怎麼觸發的 對啊他放大招不會觸發 然後巴登是不是 巴登這些都是被動技嗎 好像 他叫出分身是不是不會觸發 看一下不過傷害也是不錯 現在打出了36億 3738 40億 跟女騎差不多 43億 糟糕糟糟糕 完了 今天次數用完了 不小心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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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忘記停止紀錄 好那明天再撤趴趴熊好了 不過趴趴熊大概就是那個樣子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那個說明 對敵人造成傷害 對啊對敵人造成傷害 那怎麼感覺好像趴趴熊還打比較高啊 對啊我昨天裝備跟今天裝備應該是差不多 而且我還水晶還多多點了幾下 所以說不知道是不是趴趴熊 看一下趴趴熊的技能 被摔會降低防禦力 但是這個防禦力應該是物理防禦力 我的光法是法術 沃克提升傷害力但是昨天的那個那個傷害 傷害統計可以看到說其實沃克造成傷害非常非常低喔 主要還是女僕跟那個光法的傷害 霸體也不會影響 這個趴趴趴趴趴趴連打也好像沒有什麼差喔 那專武的技能是回復最大生命值 好那明天再繼續測試看吧 那今天的測試結果就是 女棋 女棋的增傷效果沒有預期的那麼好 因為本來想說上女棋之後吃到五藥關的光環應該會 有突破性的這個傷害成長 結果上女棋跟巴登的效果差不多也跟 也跟這個雷恩的效果差不多雷恩還是比較低一點啦 然後巴登的效果不錯 而且我的巴登其實專武也沒有很高 那打出來傷害好像也看一下 誰比較高啊 看一下日誌 OK 結果是巴登跟女棋不相上下 而且女棋這隊還吃到了就是25%的光環 這個巴登這一隊只有只有15% 少了10% 所以這樣子比起來的話其實 巴登應該效果會比女棋好 如果是這樣看的話 好沒關係今天測試就到這邊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影片 我是阿天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拜拜